欢迎您收看7月24号的百格大事系无事醒龙 吉打看守州大神穆罕默沙努西早前被控煽动法之后 他所涉嫌的稀土弊案也备受关注 反弹会早前拘留吉打州大神机构NBI的首席执行员 一家公司的董事和助理之后 如今再扣一名州政府机构的高级官员 注查吉打稀土开采弊案 消息指出这位50岁左右的男子 因为涉嫌向一家公司持有人 索取大约100万令节贿赂 昨天晚上遭到扣留 当局已经申请延扣三天 另一方面沙努西表示 NBI将全力配合反弹会调查 并且指身为一州支长 他要管理的州事务很多 哪有时间去决定这些公司的事情呢 沙努西还说了 本身并不清楚NBI的日常操作 也没有NBI的行政权 我认为了 不太招待 另外身为国盟竞选主任的穆罕莫沙努西 以不点名的方式调侃内政部长塞福丁 之后者身为部长却想方设法通过稀图案来对付他 情动岛今天公布雪州15个州议席的候选人名单 一共有8个人继续在园区首途 其他的7个议席换人 此外 雪州主席戈冰心没有国州兼任上阵这次的州选 这次公布的候选人平均年龄是43.6岁 有40%都是先面孔 值得议题的是 情动党在第14届全国大选在雪州拿下16个州议席 而这次就让出杜顺大州席给国阵武统上阵 情动党的秘书长陆兆福表示 其中的条件是议长职 另外陆赵甫说 由于欧阳汉华决定让出实力肯邦安周一席 因此行动党也会推荐他 成为巴胜港务局的主席 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长沙拉胡丁逝世之后 他的遗体今天中午 安葬在家乡甘榜十乐角马来墓园 部长的棺木盖上国旗 已是政府对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沙拉胡丁的37岁长子伊斯干达 今天受访时表示 父亲生前提及 最大的心愿是抑制工作 为民众服务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对父亲所做出的贡献感到自豪 部长的遗孀法蒂玛达哈指出 沙拉胡丁向来注重健康 而血压和血糖指数处于正常的水平 但也许是他近期工作过于疲劳 进而导致脑出血 此外国家院守康里也通过脸书发文调研 感念沙拉胡丁对国家的劳股功高 服务以及贡献 并且形容他的理事是国家 以及社会巨大的损失 雪州国盟主席阿斯米 昨天晚上在国盟竞选机制 启动仪式上指出 一旦国盟执政徐兰额 雪州北区将可以豁免停车飞 因此外国盟竞选机制作为主席阿斯米 宗盟竞选机制作为主席阿斯米 阿斯米阿里认为 他和雪州伊斯兰党主席阿莫尤努斯 在执政雪州期间拥有丰富的经验 因此要落实豁免停车费的措施并不困难 那么对于阿斯米的说辞 有网民就炮轰 指责他这是歧视雪南 雪东和雪西区 还有网民表示 停车费只是小事 其他大事才是重点 调侃阿斯米的大选承诺 真神奇搞笑 女子购买牛肉汉堡包 本想大快朵仪 但掀开面包之后 却赫然发现 牛肉和面包上 布满蠕动的白色幼虫 直言幸好小孩没吃进度 根据施主透露 这个牛肉汉堡包 是在上个礼拜五 在某个高速大道的休息站买到 女施主在上传的视频当中表示 有人购买前还问了卖家 是否先鲜制作 对方还说是先做的 怎料到打开一看 却令人倒进胃口 也借此提醒大众 在休息站购买食物的时候 确保先检查再使用 文如何 施主并没有说明 汉堡的购买地点 让民众留下了疑问 接下来快速浏览其他的新闻 居然警方日前逮捕一位 涉及多宗破门刑陷案的男嫌犯 将他扣留五天驻查 警方是在7月21号接活投报 指阿满花园发生破门刑陷案 而警方在隔天就逮捕了一位 年逾30岁的本地男子 尿检结果显示 嫌犯曾经服用冰毒 他也有15宗刑事和毒品相关的犯罪记录 马六甲河出现很多水塔踪影 在繁殖力惊人的情况下 水塔已经快成为当地纪四角蛇之后 第二大族群 虽然水塔长得萌萌的非常讨戏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水塔具有攻击性 民众受处远观水塔就好 不要试图靠近或者是接触 否则后果开律 马六甲市区巴上一家五层楼的超市 今天凌晨发生火灾烧毁大约80% 损失惨重 索性无人伤亡 业者林女士指出 这个超市已经营业超过10年的时间 昨天晚上9点打烊 不料今天却发生火灾 不确定真正的失火原因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